二姐真的是非常有益氣的我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居然真的開了金口 為什麼還會去高雄巨蛋嗎 如果是 如果是今年的話 如果是這一年的話 我不會太久我就不會去了 來我們從右邊來實現 先往右邊 先往右邊往中間 好漂亮喔 我覺得感動就是 看到這麼多人 因為四面台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這一個突破 對我的歌唱生涯當中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里程一個階段 每一天都有很感動的地方 第一天有第一天感動的地方 第二天有第二天的 做媽的 很難得可以跟兒子一起唱歌 尤其是在小巨蛋 我想這個是 統一的 這兩天以來對我來講 這一輩子 我不曉得會不會會有再一次 因為 可是有很多歌民都覺得欲罷不能 希望能夠有機會再多開唱 真的 有沒有預算 好 沒關係 我覺得 這個事情之後再談 至少我 這兩場 我自己很滿意 我也謝謝圓火 我們這麼多年來的合作 我的默契一直都沒有改變 那我提出的想法 他們也都能夠讓我 如願以償 包括我唱詩歌的那一段 從文字到影片 到跟我媽媽的那一段 我知道那兩首歌都不是大家很熟悉的歌 可是我覺得 那個對我的生命當中是非常有 有分量的兩首歌 剛才跟二姐那段 其實很多粉絲都一起跟著哭出來 我也是啊 我告訴我自己 我這兩場都不能掉淚的 結果 哇 我看 我聽到那個旋律出來 是不是真的老了 有幾滴爛的 沒有二姐真的是 非常有義氣的我的朋友 他不僅這麼挺我 你們看到的 其實在私底下他也常常 我們常常在晚上會聊天 也常常吃飯 那我們本來就是同事 所以今天 我也不知道他居然真的開了金口 搞不好啊 他下了台之後 有傳訊息罵你嗎 就說你怎麼會等他 我還沒看耶 我不敢 我不敢 嗯 我不知道 我真的 我真的有點 有點膽 膽怯 我到底要不要看他的 看他的訊息 不過 我想他 他 聽到 一萬兩千多人的掌聲 他是感動的 他一定是 一定是哭的 你剛留一個麥克風在台上 這時候還會去高雄巨蛋嗎 呃 如果是 如果是今年的話 如果 如果是這一年的話 我不會 太久我就不會去了 喔 有考慮 今年 下半年有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方哥有嗎 方哥在哪裡 真的 趕快爭取 對 好少在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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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